各位看 今天我们演播室布置的是春意暗晚 没错 今天我们这期话题就跟春天有关系 但是 注意听好了 专家说了 今年春天是一个多病之春 这多病之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春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这位姑娘 您穿的真是有特色呀 你好 这位姑娘 您这打扮知识我都不敢看了 可能你们不知道我的名字 我告诉大家 我就是春姑娘 为什么不鼓掌 这个我们今天要讲多病之春 您来干嘛来了 我听说呀 怎么了 你月月呀 见多识广认识的人也多 我这春姑娘已经经历了三十个春夏秋冬 就一直没有个合适的人 你要是能给我说什么对象啊 那我就高兴至极了 来相亲来了是吧 对 就是你呀 认识人多 你给我介绍介绍 我们赶快把我们手头传的上的大夫都叫上来 您看看 好不好 我瞧瞧 来 有请我们的大医生们 掌声欢迎 哎呦 这精神这个啊 这几位怎么样 你看看 这跟模特似的 是吧 都跟模特似的 啊 这也行啊 这也行 是吧 你先来的 怎么办呀 怎么办 月月 你得主持主持 行 我们四个人一块拜个堂 行吧 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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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啊 离拜一 我跟你 没有四个人一块拜堂的 您就挑一个 一心一意 意夫一起懂吗 挑一个 好歹得介绍一下 是不是自我介绍 谁先来 那就先从我开始吧 好呀 你给我自我介绍一个 你是什么 我是风 她这个自我介绍好朴素啊 那下一位介绍的是谁 我先了解了解 那看来对这不感兴趣啊 没有没有 当然是我了 好 问一下 我是热呀 你是热 还真是 真够热的 确实看出来热来了 干嘛让洗澡呢 是吗 谢谢小热 好 你再给我介绍另外一位男嘉宾 对 姿势有点大 但是人体特别好 是 好吧 她是春寒 江湖人生 玉面出生 周围的朋友啊 根据我的身高以及我的气质 大家非常简单地叫我 高冷 高冷 可不是高冷 是尴尬 好了 那个既然如此这般 那个我就从他们仨当中挑一个行了 兴选吗 我问你 你贵姓啊 我姓贡 贡大夫 哎呀 既然你是大夫呀 挣钱肯定是不少 在这北京有房吗 哎呦 这凭小问着了 咱俩咱们真没有 呦 她连在北京都没房啊 这哪买得起啊 哎呀 你早说你没房 连房子都没有 我要嫁他我衣食无着 我换换 我找那小个儿的 哎 没问题 哎 你呢叫春风 长的呢 也确实是春风得意 我想问你这个经济方面的调节 你有汽车吗 有小车一步 小车呀 哎呦 我就愿意坐那一个人俩人开的车 俩人坐的车才高级的 你那什么车呀 那共享单车 一边带着去 去去去去 弄个共享单车上的谈恋爱了呀 真是拿我春姑娘开玩笑 最后还是找这玉树林分高大为猛的吧 算了吧 怎么呢 真是太高冷了 她看不上我是吗 我还看不上你呢 我 人俩人都穿白的罐 你那名西服 你跟我这儿装大夫 我见得多了 我跟你说 月月啊 就是你见少这仨呀 什么春风和春寒的 春热都不行 我不喜欢 我跟你说 你可真的不能得罪他们 我得罪又如何 得罪他们仨这个春天 你就该生病了 他们仨 不怕生病 他们仨会变身的 我本身就有病 我不怕生病 不是 你看 他们会变身 变身 变身 不是 真的 咱们有话好商量知道吗 知道我是谁吗 我知道 春风 干嘛呀 啥春风啊 我这是三位神风 能吹天地暗 善瓜鬼神宠 真给人着急了吧 那位呢 我 是热鞋 我可以让你疼 也可以让你吐 让你吃不下 吃不下去了 也让你拉不出 我憋死了 您爱生恨了这位 是是是 就是我没选他 那位呢 我现在呢 已经变成了 韩蟹 春天的我们 同样对你有 非常致命的攻击 当然 大家不要忘了 我的 玉面出生 三位饶命 而且我跟你说 月月 刚才他们这一折腾 不要紧的 我现在身上又发冷 脑袋又冒汗 恐怕是要发烧 是要感冒了 我听明白了吗 他们变身之后啊 就变成了 寒邪 热邪 还有风邪 多病之春 就要出现在你身上了 到底该怎么办 春姑娘 我觉得你啊 先去台下冷静冷静 行行 我请出医生 孟之队的新成员 救救你 我们要欢迎的是 中国中医科学院的 樊心荣主任 掌声欢迎 樊心荣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主任医师 出身中医世家 中华中药学会 亚健康崩会 副主任委员 欢迎樊主任 欢迎樊主任 大家好 我是大医生 同时呢 我们要隆重地介绍一下 我们医生孟之队的 新成员 就是这位 我们要欢迎的是 安真医院 心外科的 共鸣医生 欢迎共医生 大家 大家好 我是共鸣 初次见面 请大家多多关照 对 以后就经常见面了 一次生 二回首部 刚才已经演得很好了 李医生觉得呢 非常到位 后期之秀 后生可畏 那跟您对比一下呢 您觉得 一度只有 樊主任 您看到了 其实我们医生孟之队的 三位大医生 都各自扮演了一个角色 然后李医生是扮演了韩 然后王医生扮演了风 然后共医生扮演了热 就是他们三个 在跟春姑娘相亲失败之后 翻脸了 然后就变成了风鞋 热鞋 还有寒鞋 所以就会让春姑娘生病 是这个逻辑吧 樊主任 对 三位大医生 原本扮演的是大自然的三种气候 风 热 寒 正常春天的一种表现 正常存在 正常存在 但是呢 有时候就变成了致病的因素 变成了一个坏分子了 去年的冬天 相对温度比较高 卵冬 卵冬 卵冬呢 这个相应的肾丁就会失藏 中医有个话讲啊 东部藏丁 春壁病温 它们变成这个风鞋 热鞋 寒鞋 就会在这样的春天呢 后发这种疾病的可能 我们也是有一定条件 才变成坏人的 对 对 一言不合 有一个小船 说翻就翻 但是问题是 我们关心的是 就是风鞋 热鞋 寒鞋 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麻烦 那其实这个寒 西医里边 我们没有一个寒 但是有些疾病 比如像这个感冒啊 是不是跟这个寒有关系 但这种病毒感染 除了会表现出来这种 比如说让你胃寒啊 发烧啊 还会可能会影响到内脏 心肌 像心肌 最严重的可能就是一种 病毒性的心肌炎 供医生呢 曾经啊 我就赶上过一个女患者 三十多岁 在家啊 有点发烧 流鼻涕 老人跟她说 出点汗 这烧就退了 捂一捂 这个女孩子呢 没有去捂 她呢 出去跑圈去了 跑了圈 出了一身大汗 结果呢 症状越来越重 等到了安真医院的时候啊 出现了心跳骤停的症状 太可怕了 然后我们在急诊室 赶紧地抢救 后来请了心外科 然后给她装了一个 人工心脏 代替了她的心肺的功能 经过了一个月的 这种抢救啊 才捡回了一条命 所以说这春天 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邪气啊 它不单单是会让我们 打个喷嚏啊 留个鼻涕 那么简单的事 樊厨人 对 春季的感冒啊 有时候导致的情况 很严重 如果小看的话 它有时候导致的病 还是很可怕的 暖冬之后 我们迎来了多病之春 在春季人体容易遭受 风邪 热邪 寒邪的侵扰 导致一系列疾病 而最常见的 就是大家不以为然的感冒 而春季的感冒严重时 可能带来致命风险 不能掉以轻心 那么在这个多病之春 我们应该如何养生保健 避免外邪侵扰呢 那么预防邪气入侵 给出大家三种方法 我们来看 这边有三扇门 上面都写了关键词 首先来看 第一扇门上面写着 王凯医生 请大声地读出来 想到谁了 想到谁了 来掌声欢迎 国际巨星成龙 来 我先去看一眼 好 因为经费的关系 并没有请来 成龙也对 这个不像成龙大哥的 形式风格 这留下一个腰子就跑了 你说这时了 留下一个肾脏 是不是说的是要补肾的意思 春天补肾 预防邪气入侵 那个王大夫说的 有一定道理 王大夫因为天天补肾 王大夫刚才打开 这个当当当的门呢 拿出一个肾脏 为什么拿出一个肾脏呢 今春的感冒预防 补肾尤为上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把冬天 比喻成晚上的话 春天呢 就像我们每天的早晨 肾对应的刚好 是季节里面的冬季 那么去年的冬天呢 相对是一个暖冬 冬相应的藏丁 就相对不足 这个时候啊 就相当于我们在晚上啊 睡觉睡得不安宁 精气神补得不够 相应正气就不足 这个时候受到风血呀 寒血呀热血呀 就容易感冒 所以这春季的感冒 尤其要补肾 相当于把晚上的觉要补走 第二天精心神神的 我以为啊是撸串吃大腰子的 好像没有那么的简单 那么中医讲这个 甚惊甚气的补充 还是很有这个说法的 我是到底通过吃通过喝 还是通过咚咚咚的方式呢 其实刚才想到成龙也是有道理的 是不是今天我们第一扇门 后面给大家的高招 就是跟动起来有关呢 堂堂堂 成龙要表演武功 我们一般老说到啊 爱你的穴道啊 打通你的经络呀 明白了 这个堂堂堂啊 我知道 就是打通经络 我给您介绍一下 龙老师 这是李医生跟王医生 是相爱相杀的关系 明白了 他们经常在节目里这样 您习惯就好了 打着筋骂是爱 急了拿脚踹 差不多 有点杂怪呢 听起来 我们来看大屏幕 这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 穴位的图 今天我们就挑一条 跟补肾经肾气有关的讲 好不好 好 足太阳 膀胱经 就是与我们这个肾啊 密切相关联 在脊柱两旁 旁开1.5寸 您要是也可以指我不行 那既然贡大夫 毛岁自建当男模 您就在他身上 找出来足太阳膀胱经 好 足太阳膀胱经啊 就在人体背部 脊柱旁开的两边 就是脊柱旁1.5寸 这边1.5寸 这边1.5寸 这两边就是膀胱经 就是足太阳膀胱经会 循行的这个路线 会经过真正的西医解剖学的 肾脏的位置 我们打个比方啊 就像我们做生意的 后台大东家 这个膀胱呢 就像我们的前台经理 肾与膀胱是一个表里的关系 前台的经理和后台老板的关系 那么我们经常地按摩 推拿这个 梳理膀胱经就可以 梳理膀胱经就可以 间接地达到骨肾 而且可以预防感冒 说到梳理膀胱经啊 这倒让我想起一件事 因为我曾经看到过王凯呢 和夫人 就看到过 看到王凯和夫人 两人逛公园 然后呢 看到很多老人在撞树 这我也见过 所以王凯也在撞树 所以王凯也在撞树 这种撞树的 灯灯灯的过程 是不是也在按摩 这个膀胱经 这个问题实在是 太让人害得上 反老人说了 反老人动作已经指明了 这个太low了 这个心本上可报过 有的老爷子撞树 结果病没治好 把腰给撞伤了 我觉得这个还真不太合适 补肾是抵抗春季 各类邪气入侵的最好方法 不仅能够预防春季感冒 还可以强身健体 养生保健 而按摩脊柱两侧 五厘米的 浮太阳膀胱经 是便宜又有效的 补肾好方法 对于某些老年人 用后背撞树的按摩方法 大医生并不赞投 由于力度控制不好 甚至可能受伤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家中 按摩足太阳膀胱经呢 没有人给你按的时候 你自己就倒装装 在自己家里 在自己家里的时候 你找一个强能 或者找一个门框 旁边就把这个 碰撞碰撞 两边交互 每次五到十分钟左右 但是这个碰撞的力度 不要太大 不要太疼 使自己感觉最舒服为度 短短短一下 哎呀 第二天那个精气神 就比较足 这个膀胀经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 相当于把防线给扎牢了 这个外血就不如用亲了 当然咱们之间相互没事了 互相按按更好 回去晚上睡觉的时候 叫老婆给按按按也更好 还梳理一下 还梳理一下 坊经 简决地就补到肾了 让家人帮你梳理一下 也增进感情 也是一种交流方式 对吧 当然我们说 告诉大家了 足太阳膀胱经可以起到 这个对于肾经肾气的一个补充 那么有没有什么相应的穴位 可以预防邪气的入侵 同时对于肾经肾气的补充 也有帮助呢 我们还是把握住春天防感冒 补充为上策这个主题 这里就有一个穴位 这个穴位大家非常地熟悉 叫永泉穴 永泉穴位于我们的足底 第二三脚趾缝 与足根连线的前三分之一 顾名思义永泉像泉水一样的涌出 就比喻我们的肾经的精髓 从这里外涌而出 明白了 永泉穴 就在脚心然后相应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 可以在看节目的时候 找到这个穴位 刺激这个穴位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永泉穴有一个主要的功效是 散热生气 滋肾意音 致咽肿喉壁 是具体的刺激方法 按摩方法得请凡主任讲一讲 实际这个就是我们顺便 晚上洗脚的时候 要给老婆表现的时候 你把老婆的脚给搬起来 搬起来以后 你用你的手掌心 对住老婆的永泉穴 就是用你对住脚心 手心对脚心 这个就当脚 你看 你当你深深地用着你的手心 背着老婆的脚心 这个时候啊 你顺丝针逆丝针按摩100下 这个时候就达到一种治疗的效果 既防了感冒 又提了正气 提醒一下 把你的手心要搓热 不要用你的冰凉的手 背着人家一个热脚 人家说热脸切冷屁股 你不要这个一个能手 切着一个热脚 春天的时候 给自己的父母啊 自己的孩子啊 给一块去按摩一下 起到一个防病治病的效果 那真是既简单 但也又有效 是的 泡脚的时候 就可以顺便完成 这样一个小动作 在春天的时候 预防邪气的入侵 怎么做呢 这个双手搓热之后 用手心按摩脚心 每次100下以上 一定要记住 双脚交替进行 也可以给家人做 给孩子做 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 按摩足太阳膀光筋和咏泉血 能够帮助我们 预防春季邪气入侵 远离春季感冒的侵扰 那么生活中 还有哪些简编一行的 春季养生保健 预防感冒的好方法呢 我们来看啊 这有第二扇门 上面写着水00三个字 那就是说在春天 也需要多喝水 多补水 其原因在于 春天也会灶吗 对 月月讲的对 我们实际上春天呢 多风 对 你看我们 把衣服晾在外面 风雨吹很快就干了 是的 所以春以后啊 春季多干燥 所以要相应地补水 所以叫水00 明白了 要补水 通过补水 补充水分的方式 让我们的这个身体 达到一个平衡 来预防邪气的入侵 讲到补水 我面前有三种 润造的方法 这个呢 是一个加湿器 家中非常常用 这个呢 是很多人说了 我在家里就摆这么一盆水 或者是一碗水 也是起到一个 加湿的作用 另外一个就是 干脆很燥的话 我来点润喉糖一类的 那么到底哪种方式 大家认为是有效的 润造的方式呢 我们来听听观众 是怎么说的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李新月 小年叫月月 你也叫月月啊 你从哪里来啊 我从山东青岛 从山东青岛来啊 是专门来看这个节目录制的吗 真的呀 太棒了 来掌声欢迎小月月 小月月 那你就代表你的家人 回答一个问题 你觉得 吃润喉糖 在家里摆一碗水 以及放一个加湿器 哪一个可以让空气 变得潮湿一点 让身体觉得水盈盈的呢 就是摆一碗水吧 真实在的孩子 这个最省钱 对呀 好的 那到底我们的小月月 可爱的小月月 打得对不对呢 稍后我们来听一下 专家的解答 从青岛来 要送一份礼物 对不对 送给小月月和家人一份 由艾康国斌提供的 体检卡 一张辛苦供应声 送给小月月 掌声感谢一下 你的回答 谢谢 谢谢 那么到底 我们孩子的回答 对不对呢 孩子觉得 其实我在家里 就摆一碗水 或者是鸡碗水 我就可以增加空气湿度 我就可以达到一个 水淋淋的效果了 首先看这个润喉片 润喉片这一类呢 它主要治疗 咽喉眼 口腔溃疡 生命嘶哑 扁桃体炎 等等的时候 加湿器呢 当然在干燥的春天 加湿 无可厚异 但是这个加湿啊 它如果湿度太大以后 从中医讲的湿伤脾 脾须生湿 就会化痰 相应 所以这个度 要把握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一般啊 和小月也一样 也是在家呢 放一碗啊 水自然地蒸发来加湿 如果你觉得这放一碗水 不太好看 那养个水鲜花 薄荷 或者百里香 既可以啊 吸收灰尘 净化风气 还可以寄神醒脑 可能也更好 其实加湿器呢 大家以为它的这种 加湿的功能很好 殊不知这个加湿器啊 用不好可能会带来一些隐患 因为我就知道 我们有一个同事 一个真实的情况 就是他们的加湿器里面 滋生了一种特殊的病原菌 那么因为这样一种加湿器 给房间里面这种病原菌的波散 导致全家人轮流的一个 呼吸道的感染 那看来咱们用加湿器的时候 还得注意定期地去清洗这个加湿器 保证它的这个干净卫生 我想知道水灵灵这个门后面 不会就是一碗清水吧 对 来看看今天樊主任带来的是 什么好的办法呢 玉面书生拿了一个杯子 这杯子其实不挡也看不见 李医生 我们还是要月月尝一下吧 是喝的东西是吧 对 你喝完就可以更水灵了 什么味儿 甜的 对 咱们水灵灵的门后面 放了个甜蜜蜜的喝的东西 好甜的 孙思淼啊 讲过一句名言 就是春72日 醒酸增干 以养脾气 增加干的就是钱的东西 来养脾气 脾我们知道是后天之本嘛 补脾 益气 然后它可以增加人气的免疫力 所以可不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 就是在春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甜食 对 对对对 这个甜水是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呢 杯子里面放的啊 实际是两味东西 一味儿看得见 一味儿看得见 广告时间 看不见的 化开的是蜂蜜 蜂蜜是钱的吧 另外看得见的 红红的小莉莉 以宁夏的为最好 就是蜂蜜枸杞水 我们为什么用这蜂蜜枸杞水 来达到水灵灵的效果呢 蜂蜜呢 它可以补中益气 它还可以清肺解毒 增加人体免疫力 还可以润肠通便 而枸蜜呢 是养肝 滋肾 锐肺 我们不是说 今春的感冒 尤其要把握住什么 补肾 所以我们这个饮料啊 把握住的就是一个 调肝 养肝 滋肾 再健脾 达到一个水灵灵的效果 我 我今天刚知道 为什么我有玉面 书生的这么一个 称号 原来跟我平时长期的 补狗旗和蜂蜜有关系 那我们讲到说要水灵灵 显然是出发的点是 要针对灶写想点办法 但是樊主任啊 根据我以前多年 中医知识的学习过程当中 我知道这个灶啊 分凉热 这个分啊分啊 就是不同的灶 是不同的方法 讲得太专专业了 我们这个刚才咱们讲的 水灵灵啊 灯灯灯啊 这一类就是针对的是预防 月刚才讲的这个春灶实力 已经到了 真正你有了灶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分两种 凉灶和温灶 凉灶温灶 那凉灶温灶怎么分呢 凉灶呢 多在初春耗发 到春寒的时候是凉灶 对对对 表现的是干咳 无痰 然后葫芦发痒 同时呢 鼻干眼灶 无汗 头疼 这就是我们春季 上呼吸道感染的 一个典型的表现 是的 就是你这日面 春生了个寒血的特征 所以针对寒灶 我不知道樊主任 有什么好办法 针对寒灶 它既然是凉 我们说寒者温滋 还要把握住 回到肾上来 所以我给出的是一个 黑芝麻 生姜 红糖 粥 又是甜甜的 甜甜的 一箱有黑芝麻 有红糖 还有椒 还有椒 是温热的 对 因为我们说这黑芝麻 它补肾 润五脏 这个生姜 散寒解表 这个红糖呢 我们是健脾 暖胃的 所以搭配在一起 它对于粮造就比较好 黑芝麻 生姜 红糖粥 它有个特殊的做法 这个做法很特殊 到底应该是怎么个操作过程呢 包括比例又是怎么样的 马上跟随短片去学习一下 芝麻生姜 红糖粥 我们需要精米100克 芝麻50克 红糖以及生姜 将芝麻炒熟 碾压成细末 让芝麻的香味溢出来 生姜切片 取三大片 接下来就可以煮粥了 等到粥煮到粘稠状态 拌入芝麻 和适量的红糖 再烧煮片刻就可以食用了 刚才说的是针对粮造的问题 还有一种叫温造 温造这个情况什么样的症状表现 您给出的好办法又是什么呢 温造相对是在天气慢慢变暖以后 容易出现 表现出来干咳 弹粘 同时咽喉干燥 半有葫芦痛 因为它热 所以有汗出 这个时候就是一种温造 喉咙痛的那种感冒 对 那这样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热者寒字嘛 相应用的就是一个牛邦百合冰糖种 牛邦只是酥散风热 喧肺沥烟 解毒消肿的 百合我们知道是润肺止渴的 冰糖清火化碳止渴 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 熬成粥 来调治这种温造 这个熬完了粥之后 两个大箱子 我知道这个了 这个东西是一种蔬菜 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C和胡萝卜素 叶酸和钾的含量也非常高 而且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高 而且它有一种特殊的辛辣的味道 当然王凯是绝对不能吃这个东西的 我为什么一文字 我先问一下 王凯吃了 然后呢 这个蔬菜做了饺子 它在台上打了一个壳 整个舞台都不好了 你忘了 原来是个青菜 而且刚才你开箱的时候 我就闻见这个 哎呀 很浓郁 很浓郁 我觉得大家都猜出来了 因为这两个东西啊 这个都是这个季节 凡主人推荐给大家吃的 我们说香喷喷的吃一顿 是为了预防邪气 在春天入侵我们的身体 贡大夫咱俩也讲讲 首先这是什么色的 绿色的 绿色的 分明不是绿的 明明就是绿的 环珠哥哥那个戏里面 有一个他们在野外 紫薇做了一道菜 叫红嘴绿鹰哥 用到的食材 所以有另外的颜色了吧 对 我倒想起了另一个重要的 这个剧集叫做大力水手 所以这两种东西 大家先猜着 我们来问问凡主人 是不是推荐大家 吃它们有特殊的含义 对 推荐大家要吃 硬剂的 相应的蔬菜 这两种呢 都属于青菜 刚才李医生已经讲了 但还有一种特殊的辛辣味 这种青菜它有心温 能够温慎 补羊 这个月月这边呢 这个青菜呢 它刚好呢 是干凉的 润燥 它可以炼荫 它可以养血 同时在本草纲目里面 说它呢 可以通筋脉 开胸隔 只可润燥 那就揭晓一下吧 赶快揭晓一下 对脉过来 我来 我来 王凯 你的字 这个给大家揭晓一下 红肥青 entre鸣鸣歌 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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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两到食材都有了 然后呢 我们要做一道这个韭菜炒菠菜 有没有谁听说过这么一道菜叫韭菜炒菠菜 我觉得那种味儿炒完之后 我们中国人讲究吃饭是要色香味俱全 这怎么可能会好吃呢 满眼的绿色嘛 樊老师我不能接受这样的食料 我觉得这起不到疗下 我不会吃它的 大家可能已经清楚来了 我是一个陕西人 这口音一冒就冒变了 今天我就想用这两个东西 给大家做两个陕西的地道美食 您来做是吗 我来给做 是不是韭菜菠菜表面 这个韭菜给大家做成一种 陕西特殊的面食 懒助磨 什么 懒助磨 普通话就叫懒助磨 懒是懒汉的懒 懒舵的懒 主磨呢 主磨实际就是饺子的别称 懒呢 我想可能就是这个人突懒 不想包饺子那么麻烦 我想这一定是懒婆意主磨 可能就是这么来的 有道理 这个是一种面食 另外用这个菠菜呢 给大家做一种菠菜面 我给大家教一下我们家乡的做法 好嘞 好嘞来吧来掌声请出樊大厨 以于春季节气入侵 预防感冒的蔬菜 就是菠菜和韭菜 那么如何制作这两种蔬菜 可以起到更好的养生保健功效呢 来自陕西的樊主任 为我们带来两道 搭配合理简单有效的 传统陕西养生面食 为我们今年春天的健康 筑起一道坚固防线 我今天呢就和三位大医生啊 一起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家乡的两种养生保健面食的做法 说到这两种面食 大家看啊 都离不开面粉 就是小麦粉 食疗本草的讲法 小麦呢是养干气 福之止渴 一做粉 食之 做成面粉 食之 五中一气 和五脏 瞧经络 蓄气 麦 所以今天选择这两种 青菜和面来做 男主模我刚已经解释嘛 就是男婆娘不想包饺子 还要吃饺子的味儿 把这个韭菜洗干净以后啊 把它像韭菜馅一样 不要切得太宽 我们做饺子馅一样 切成韭菜末 切成韭菜末 剁好以后 放到后面盆里边 韭菜里边呢 切好以后 要放一点点盐 杀一下这个韭菜 对对对 让它的水分出来 但是还有一个诀窍 再加一点点碱面 一个是颜色更绿 同时呢 吃起来更筋道 这是我老娘给我说的 然后你把这个 就是这样搓搓搓 搓着直到它有一点水分 相当于水零零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按照1比1.5的比例 就是一份这个韭菜 约1.5份的面粉 和在一起 和好就像基本这样一样 这个因为节约时间 就提前给大家菜好了 但是和好以后一定要 刑上半个小时以上 我们和好以后再把它擀 擀好以后擀成这种薄面片 然后把它再切开 切的这个宽度呢 就是大约三指头宽 三指头宽 同时呢大约一指头长 而且像饺子的形状一样 就是不要太长了 然后把这个切好的 我们下到锅里面 煮熟 就基本上就可以食用 这个可以就达到温慎 补羊 增加脾胃滋气 这是做这个韭菜 还有面 那实际上是不是这个菠菜和面 也是同样的做法 对 咱现在叫锅开着 哎呀 你真可学 同时把这个菠菜面给掩饰 我们把韭菜先拿过来 对对对 菠菜呢首先把这个根啊去掉 根去掉以后啊 在开水里边烫一下 焯熟 焯一下 这个过程实际上还能去掉一些草酸 对对对 然后把它造一下 造熟以后啊 把它捞出来 放在凉水里面 把它过一下 不是就凉下来 凉下来以后呢 把它放在后面盆里面 或在和面盆里面 再加一点盐 和一点点碱面 这个时候把和面粉的比例 按照一比二的比例呢 和入面粉 这样呢 哎 我们把面粉揉一揉 揉成一个很光滑的面团 就成为这样 揉成这样的面团以后啊 这就是菠菜面 菠菜面它总体因为 纤维里面比较多 它比较筋道 这个时候就可以做长面条 我来给大家先 你来来来 先表演一个 面条 好 王凯学着点啊 龚大夫一会儿给咱看面条熟了 给咱捞着 熟了我还得给咱炒炉 炒炉好了 大家现场可以尝一下 别说啊 这个韭菜这一煮 这个挺香的 这个韭菜味一下就出来了 有点像咱们那个 就是煮那个韭菜水饺 里边的那个韭菜味一出来 哎呀你看做的感到挺好 对 真是干面条 真的假的 对 你看看等会我给你 怎么做出面条来啊 陕西人做面 九个字的歌诀 酸辣香 擀面要薄金光 下出来的面要西颠汪 这就达到面条的九字歌诀 你看他现在擀的时候就叫薄要金要光 要锅 就是跑出来了 好 看着这个颜色啊什么的 还真是很诱人 班主任你看这个李医生擀出了一个 擀得不错 分明是一个纸尿裤的形状 哎这和你们擀圆 哎不错不错 哎不错不错 可以可以 哎呀李主任擀得好 不错不错 你看李医生在拼命的表演 你们都不关注他 这会儿应该有掌声了吧 来来来 给他掌声 哎呀 弄得不错 哎呀李医生 小心不要切到手啊 那好 对 来来来来 好好好 好 赶快弄点鲁 叫大家尝一尝 鲁就像我们的扫子 今天咱们终于不拆台了啊 这下我们做点鲁 实陕陕西的就叫扫子 来了北京把这叫鲁 咱也跟着叫鲁 嗯 你要爱吃肉放点肉 要吃素就像这个季节啊 木耳 蘑菇 西红色 嗯 都是很好的 也可以防三高 你要加东西了吧 对 这下要放点酱油 放点酱油 然后加点盐 像我的话弄点那个辣椒剁一剁 哎对辣椒 辣椒一炒清好 这个春天这么造的话 要是吃辣的话 是不是也得稍微注意点 那他放点辣椒 然后用点寒性的东西 哦 像这个菠菜偏寒两个一支月 来中和它 对 吃这个菠菜面就给中和了 哎对对对 哎好香啊 哎 这下放一点点味丁 嗯 走了吧 樊主人这个西装革履啊 哎就是穿着西服 做扫子 做面条 哎呀 吃下应该可以了 嗯 大家可以尝一尝啊 嗯 好 这个一半 要是到夏天 拿凉开水一过 再蒜汁吃 也挺好 这个叫懒 懒煮膜 懒煮膜 小心 哎呀 对 早点送大蒜 哎呀 哎呀 教授我们终于找到下一任这个吃到这个 切点油 切点油泼辣子 对不对 对 切点油泼辣子 好吃好吃 还可以吧 嗯 韭菜和面粉做成的蓝煮膜和菠菜做成的菠菜面 结合了韭菜菠菜 润造补肾 以及小麦的补中益气的功效 是春天养生保健 是春天养生保健预防感冒的不二选择 那么您知道感冒分哪几类吗 只有知道自己感冒属于哪种类型 选对了药物才能治好这个小病 如果吃错了感冒药不仅不能治病甚至可能致命 真的是四个男人一台戏 真的 看到你们做饭的场景我就觉得特别棒 那如果是吃到了刚才樊大厨做的面 想必这个春天我们能安生不少 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讲 在这个多病之春的时候要预防为主 上宫之未病 但是这预防达不到百分之百的预防率 有点难 因为因而异总还是会有人 我们叫中招 在春天如果真感冒了 怎么办 感冒好多人说那我就吃药呗 告诉大家 吃药您吃对了可以 如果吃错了是很严重的问题 而且可能是要命的问题 月月说的这种情况呢 我们在临床上确实见过 因为有些人吃感冒药没吃对 就可能导致急性肾衰竭 甚至是死亡 18岁的一位广东的女孩 就是因为吃了两种抗感冒的药 最后呢出现了意外导致了死亡 吃点感冒啊 如果用药不对的话 就可能导致啊 这个高烧不退 出现脑炎 没错 这个感冒说起来是非常平常的一种病 但是实际上要了解感冒 它是分很多不同的类型的 今天呢我们的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 我们分两种类型 摆到这个舞台上面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灯笼 一个吹风机 我就选它吧 好 那李医生选了一个红灯笼 贡医生 那个我没有这李医生这么风雅啊 我就选一时会了 我就选这个吹风机啊 又不是发年终讲功这么认真啊 实在人嘛 李医生代表的是像灯笼这样一个类型的感冒 然后贡医生这边拿的是像吹风机这个类型的感冒 咱们先从灯笼型的感冒说起 说到灯笼我们就有灯笼 来看看我们这舞台上 大红灯笼高高挂 看着真喜情 那么用灯笼来比喻一种类型的感冒 来问一下凡主人 什么类型的感冒 就是说玉面书生 在踏雪寻霉的时候 不小心着凉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灯笼啊 其实蛮形象的啊 你看这个里面包着的是什么呢 是火 对 我理解这个火在里面 是这个意思吗 来问问凡主人 大红灯笼高高挂 风一吹啊 它摇摇晃晃 但不管怎么摇 里面有一个着着的蜡烛 外面寒风又吹着 里面暖融融 外面寒凉凉 眼磨玉面书生 外表虽然冷峻 但内心有一颗火热的心 您能消停火吗 好吧 继续 继续了哈 那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 内热外寒形 对 完全正确 通过灯笼的比喻 我们知道这种类型的感冒是里面有内热 外面又很寒冷 简单来说就是含苞火类型的感冒 这种感冒到底是怎么得的 请吃饭吗 人呐 你让我这儿呢 您都吃上了 不是 都坐着干嘛呀 等你呢 对啊 怎么陈老师戴一帽子什么意思啊 换色了哈 昨天戴的绿色了呀 对啊 谁戴绿帽子呀 怎么戴 说的什么话呢 我们下班了呀 快点 这是一顶沾帽 沾上的 沾上的像话吗 沾上的帽子 这戴夫怎么这么拼呢 下班里面 这叫高瞻远卓 你们不知道那好消息吧 你也说说 说出了 告诉你们 那个消息 北京电视台有一节目 叫什么 我是大医生 全国收视率 我爸 我呢 给大家吃饭 什么 等会儿 没听清楚 没真心 我 大家吃饭 大家吃饭 我听听了 什么呢 我也听听了 行行行 我请我请我请 你痛快点好不好 点菜了点菜了 有人请客 来一饭 快点 服务员 来了来了 我都排不及待了 快点 你这样 要鸳鸳过 两边你都给我放清汤 那为什么鸳鸳过 两边放清汤 那不就是白水 今天那两本拿到这玩 我跟你这火锅店 那油不行 我 腊油 北京啊 最好吃的火锅是什么人 大老虎 我咋 大老虎 你又说 从他们家那儿 吃完火锅那回 我捞完了回家 自己做疯的 还能再吃一回 我的天哪 对 那油干净 来 真会过 咱们来新西兰肥牛 有 有 哎呀 防不胜防 那个 北西西兰南西西兰 北 北 北西西兰 还这么疯呢 南西西兰的没有吧 那又 又还没听说过有南西兰的 这没法吃 我带着呢 妹妹 知识多 我让你 我让你 见识见识 真是 您来带了 这算肉 您还带着肉呢 哎 好多人说 说这肉啊 水越大 这肉越好 是 您得都化了 可不是有水吗 这是南西兰的 再来一个北极虾 行 有 嗯 有南极的吗 南极北极虾 我带着呢 又带着呢 越人都残了 我让你越见识见识 哎 别的那像 怎么样 我这像 你跟我们那北极虾挺像的呀 那您还要点什么呀 这样 我要一油卖菜 行吗 你呀 也别 我自己带着呢 啊 菜都自己带着呢 对了 嗯 行 就这么着啊 快去下单 什么人 接下来 我还带着酒呢 还带着酒呢 哎 五酒不成宴 哎 五酒不成宴 中医说的好 啊 要吃多 怎么说 把衣托 呦 越远就别脱了 她得没法脱了 李主任 嗯 您吃个火锅 中无证王的 真 呲啪的 何必呢 一会儿一吃火锅呢 一出汗 它美好 嗯 不会生病 对 好 为了这个大医生的收拾 我也脱了 她这一脱收拾率还能高 对了 长得精神呢 对对对 哪像73的呀 像73 越远 嗯 喝白酒 嗯 满街走 好嘞 我先走了 哎 你别吵 没喝 喝完以后 借着这热气 不生病 啊 所以咱们作为 我是大医生的剧组剧餐 咱就吃一个健康 没错 一会儿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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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看看 小链 对 然后这个 这个清汤啊 水坐着呢 一会儿给您 一会儿给您倒 嗯 我跟你说 咱们这顿饭 嗯 最终的药益就是 嗯 即便来一个养生的专家 来一个中医的专家 天 看完咱们这顿饭 也感觉在这个春天 吃完以后 不上火 不难受 挑不出毛病 挑不出毛病来 健康饮食 对 而且再吃上这干果 什么花生的桂园呀 这算七了 好 好吗 好迷了 樊主任 一块来吃吧 樊主任等半天了 来来来 樊主任快来 哎呀 最樊主任了 樊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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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进全说了 他点的这桌菜啊 挑不出毛病来 来 你给瞧瞧 你给瞧瞧 绝对春天不上火 你刚说高瞻远走 我看你这是蒸蒸日上 你把这些吃的都要上火了 不可能吧 哎呀 人家都是红利当独了 你看这个羊肉啊 高粱厚胃啊 你还在吃花生啊 这油炸花生也上火 他看来的 他看来的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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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这桂园平常那么贵 你把人家这拿起来这么多火 哎呀 这就是 真是 你这个内火就太盛了 明天早晨 没有口腔溃疡的舌头就长疮 然后出去一吹风 哎呀 你就等着明天打掉针 没人好心呢你 我们一桌子船头上火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这顿饭是暖医生让我请的 这桌饭啊 吃了以后啊 肯定似就像我刚才讲的 含苞火一样 里边啊 这个内火一定会更盛 外面又刮着风 一吹风 一刮 风火相扇 就像他有 这个扇子 咱们说啊 这个原来这火要旺 扇子要扇 风扇火旺 内火更旺 风从火化 温度升高 物寒发热 感冒就来了 哦 除我之外 各位男士 往往都是火大的中青年 这个中青年 本身这个身体里面就有热 再加上刚才梳理过的 这些热性的食物 比如说油炸的东西 花生啊 然后还有桂圆 这也是上火的 酒也是热性的 羊肉不用说了 刚才这个叫肥肝后味 本身也是上火的 几位热性的体质 加上热性的食材 在吹风 各位都是灯笼 我们都是热血青年 对 幸亏没吃 幸亏没吃 你咱也别结账了吧 身体不好 这钱我又赏了 那你那 谢谢 你俩就悄悄地走 谢谢 好 油炸 辛辣 酒精等上火的食物 不宜在春季大量使用 否则可能引发 含苞火的灯笼型感冒 那么含苞火感冒 有哪些症状表现 我们如何判断自己的感冒 是否属于含苞火类型呢 供医生和李医生都出现了 那显然要先说李医生啊 玉面书生是灯笼型的代表 不过在此之前 我记得刚才在提到 含苞火类型感冒的时候 樊主任提到了一句 说会有喉咙痛 这个含苞火型啊 典型的就是内火胜 感冒胜 所以这个吃了这个大量的 高粱后胃以后 内火比较偏胜 出现喉咙痛 实际在喉咙痛之前呢 对含苞火还有一个小症状 还有 就是口腔溃疡 如果吃完了 这个口腔溃疡 这个就预示着你容易感冒了 吃了陈昀权请的黑火锅以后 我真的是满嘴的口腔溃疡 我觉得那会儿 是不是来一盘水果会好很多 补充维生素C 多喝水会不会好很多 应该是会这样 如果是有热的话 吃一些偏良性的食物 比如说水果 往往都是含凉的嘛 对 比如说雪梨啊 西瓜 那个火龙果啊 这一类的 把那个红萝卜切成薄片 也可以当着零食来吃 那还是要回到这个李医生 现在玉面书生 得的这种灯笼型的感冒 这种感冒 区别于其他的感冒 还是会有相应的 独特的症状 喉咙痛是一个 还有哪些独特的症状呢 我们逐一来揭晓 然后一个一个说 哎 烧 樊主任这一个烧字 代表了发烧吗 对 这个烧呢 是物寒发热 这里说到这个物寒啊 大家怎么理解呢 怕冷 对 但是它这种物寒呢 是加衣服 或者取暖以后啊 不能减轻 不得缓解 不得缓解 明白了 手脚冰凉 穿上点衣服 喝点热水 就能好一点那种 不叫物寒 这种叫物寒 那这会儿是不是也会 伴有体温高的这种表现了 稍微煮吗 对 发生这种 会有一点 第二个是什么苦 是心里苦吗 宝宝心里苦 哎 这个苦啊 实际上是口里感觉苦 口苦 哎 口苦 这种口苦它伴有咽干 而且伴有这个痰 是粘稠的 而且痰或者是黄白相间的 这种苦 这个不是口臭吧 王凯医生提的对 有口气也是有可能的 对对对 因为它有火嘛 喂火重的话 也是口气比较重的 对对对对 塞 塞 塞是什么 这个塞啊 供大夫 怎么理解这个塞呢 我觉得是不是说 哪儿堵住了 这个塞呢 就是一种堵 填满空隙的意思 因为寒性呢 中医讲是寒性 是凝质收饮的 它就会出现鼻塞 童子呢 这个声音比较重 肌表呢 一收缩 没有汗 同时呢 不通则痛 周身又比较酸痛 在内呢 里面的火 又冻在那里出不去 所以这个身后 人就比较烦热 心烦的这种烦热感 这个里面 心烦烦的那种热 不能出去的那种感觉 就觉得这个火 给憋在这个心里 老小的那种 然后能够 刚才说到这个色 就跟我们这个 上呼吸道感染 和呼吸道感染 比如说鼻涕 把鼻腔给堵塞了 实际上有一些黏膜 冲血 水肿 就堵塞了 另外呢 咽喉部 可以出现咽炎 扁桃体炎 扁桃体肿大 对对对 那么对肺里面而言 是不是比我们 例如说有一些痰 堵塞在我们的肺泡 小的支气管 也算这种色呢 这种是不是吸衣上 就是分泌物多的表现 对 从中医讲呢 肺与大肠又相表领 大肠又是传导糟粕的 这个抖色不通 还会出现便秘 便秘的情况 对对对 那既然症状这么多 听起来这个灯笼型的感冒 是相当的痛苦 那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 就要请玉面书生 还有樊主任 咱们一块到 大医生重要房去看一看 来 樊主任 这到了我们重要房了 对我这种灯笼型的感冒 你给我们推荐几味药吧 对于这个灯笼型的感冒啊 我就推荐一个比较简便有效的办法 我们一般说啊 人出门要成双结队 那么我们对于这种 含苹火型的感冒呢 我推荐也是一队药队 治疗我们这个含苹火型的感冒 这个药队的第一个呢 它闻起来有点心 就像鱼的那种怪味一样 它呢是应用十分广泛 它性呢是偏微寒 胃呢是有个胃心 它龟呢是龟肺经 在讲到这里之前呢 先讲一个我看过的资料 在四五年的八月六号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原子弹 美国就投放到了日本的广岛 这个投放爆炸之后啊 湿起这个腐烂味 含有蛇爆炸的这种气味啊 大量的弥漫 毒气充盈 当时广岛人呢 防这种毒气最有效 而且最广泛的就是它 它呢具有广泛的一个抗辐射 抗空气污染抗细菌 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一个作用 是闻的还是吃的 是吃的 它鲜的呢还可以当菜吃 在南方吃的比较多 这个干的呢药材布子都有 实际上呢它就是这个东西 这是鲜品 一闻闻 确实很难闻 对 就是我们那鱼的身上 对对对 所以它叫鱼腥草 像鱼一样的腥味 这是我们药队推荐的第一个 鱼腥草鲜品和干品 那么药队啊 成双接对的第二个 配对的是什么呢 刚好与它相反 鱼腥草性微寒 它性微温 它的功用是去风 解表 用来治疗呢 就是我们的发热 头疼 还有这个咳嗽 咽喉肿痛 它就是我们的经界 这个经界啊 也是要食两用的 我们来看 这个鱼腥草性微寒 入肺精 它主要清理面的热 经界呢 它性微温 归肺肝精 疏散外表的寒 两者搭配呢 一个散外寒 一个清理热 对于两个的使用办法呢 如果鲜品的时候 可以把经界和鱼腥草 按照一比二的比例 凉调着使用 如果是干品的时候呢 可以把经界三克 鱼腥草六克呢 泡服或者水电服 就可以治疗 含苞火型的感冒了 我想问一下 樊主任 这个药对 我们自己在家里 用有点困难 有没有什么 就是含有这个药对的成药 可以推荐给大家 好 对于这个含苞火型的感冒呢 成药 主要它能够 疏风吐表 清洁理热的这一类都可以 常用的你比如说 就像我们建的感冒清热颗粒 还有我们的防风通胜 就买药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那个功效说明 书风透表 清洁理热 记住这几个关键词 千万别买错药了 好的 谢谢樊主任 谢谢李医生 谢谢 含苞火型的感冒 主要病因是内火旺盛 而外表受寒 表现为怕冷无汗 喉咙痛等症状 我们可以在家用鱼腥草 加经界泡水服用 或者选择有书风透表 清洁理热关键词的 忠诚药加以治疗 那么下一种吹风畸形的感冒 更加普遍 危害更大 它究竟代表哪种感冒呢 灯笼型的李医生说完了 我们再来说一说 吹风机型的贡医生 我们来看贡医生这边 吹风机型的感冒 大家要想到 吹风机吹出来的是热风 热风 这种类型的感冒 是指的什么样的类型呢 一个就像月月说的 一个是有风 热风 一个是有热 对 所以这个在我们中医经典 助病原猴论 风热猴里边就讲 风热之气 先从皮毛入于肺炎 它首先表现的就是葫芦痛 这一上来就会有一个 反正的症状 就是红肿热痛 咽喉不局部的这种烧灼感 所以你看 贡大夫 你看你那嗓子那儿 就有一个红点亮起来 就是先走嗓子 老百姓的话就说 我感冒了 我这是个先走嗓子的症状 那红肿热痛 在中医看来是热像 所以又有风又有热 一上来 先是从表进走肺 是吧 对 因为大夫为啥 它走肺又跑到葫芦上呢 因为我们说 咽喉呢 是肺胃的大门 你像要进来 它首先要经过门 门 所以知道喉咙 对 所以这是风热感冒 首先会出现的一个 很普遍的症状 就是喉咙痛 那么还是请贡大夫 自己来看看 自己身上有哪些症状表现 我看看我自己 你怎么不舒服 好 第一条 这个咽喉 红肿热痛 这刚刚已经说到了 这是率先出现的 一个不舒服的感觉 对 第二条 这种红肿热痛 它就典型地伴有 烧着感 同时痰 是黄稠的 黄鼻涕 就是黄着鼻涕 那我们再看看 第三条 这几个字是 雾风汗出 这几个字我都认识 但是什么意思呢 对 这个雾风汗出 雾就是你看 我讨厌你 厌恶你 雾就是怕风的意思 因为风热 这个毛孔比较开 汗出的比较多 如果一吹风 汗更容易出 更容易不舒服 所以是雾风汗出 是风热感冒的一个特征 这种风热感冒 一般的话会在相对来讲 比如说春天的中后期 容易出现 甚至是在夏天 天气本身就很热的时候 也容易出现 秋老虎的时候 也容易出现 但凡是热鞋当道的时候 都容易跟风鞋混到一块 造成风热感冒 对 那就是说一年当中 基本上除了特别冷的 冬天和初春 其他季节都得提防这个类型 对 现在我们中春以后 到夏天季节 都是风热感冒 高发季节 所以这种感冒 也是不容小区 一开始我们就说了 感冒这事儿 可大可小 所以针对风热感冒 有什么样的高招呢 就请中招的贡大夫 还有樊主任 一块去大医生 大药房去看一下 好好 那么樊主任 咱们这个风热感冒 治疗起来 得需要什么样的 中药比较好呢 我们也就像刚才 那个含苞火星一样 灯笼星一样 我们也给它成双截对 弄一对 来进下桥治 也是一对药 一对药 第一味药呢 本草纲目里边呢 记载能够散臃肿 常用中草药手册里边呢 讲它可以呢 消炎解毒 利尿消肿 治上呼吸道感染 实际它就是我刚才提的 第一味药 有腥味的 鱼腥草 鱼腥草 这是第一味 那么与它搭配的第二味药呢 治疗里它可以清热解毒 消庸散肿 就是金桥麦 金桥麦 金桥麦 这个咱们老百姓 这个吃了一个叫桥麦 这我吃过 感觉很好 那么这个金桥麦 是不是就是这个比这个桥麦 更高档的东西 就叫做金桥麦 你看这个桥麦和金桥麦 就一字字差 但是实际上呢 它两个区别很大 你看它的样子区别也很大 就区别很大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是一回事 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对对对 要是您不说 我差点就笨超市了 对对 它像这个金桥麦 就要到药店买 那个桥麦呢 到超市里边就可以买 那这个药对 服用它的话 那用什么方法 比较能够简便 在家里边就能用呢 先据病情而加减 一般用量在6到15克 病情轻的时候 量就轻 病情重的时候 量就重 轻的时候 我们泡茶饮就可以 重的时候 稍微水滇以后再服用 也就是说 感觉嗓子疼了 我们稍微拿一点这个药 小剂量的 拿茶水泡一下 喝几天 可能症状就可以得到缓解 对 还是想问一下 成药的问题 像我们这种懒人 还要自己泡 还要有的时候 还要煮 有点麻烦 有没有什么 针对风热感冒的成药 可以推荐给大家 直接就告诉大家了 标记 苏风清热 喧肺止渴 一类的 比如说 银翘解毒丸啊 桑菊感冒片啊 鱼青草合剂啊 等等 这一类的 只要见它标记 苏风清热 喧肺止渴 一类的都可以 今天我们还是希望 大家可以预防嘛 那有没有什么 预防风热 邪气 入侵的 小方子 带茶眼的小方子 大家生活当中 可以用的 能不能够在 今天节目最后 告诉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